哈尔滨 哈尔滨一座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美丽城市 然而有谁能够想到 在它规律的容颜之下 曾有过一段悲伤的记忆 这段悲伤的记忆来自于一个叫平房的地方 它离市中心只有20公里 半个世纪以前 在平房有一座工厂 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 这个突然出现的庞大建筑 充满了阴森和神秘 这个工厂就像希腊古神话当中的 潘多拉的魔盒 没有人知道工厂里面的内容 但是一旦工厂的大门被打开 就如同被打开的魔盒 从里面飞出的是疾病 疯癫 灾难 罪恶 贪婪 从此 这里的人们不断地被苦难和罪恶所折磨 年宇古戏的张可伟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两岁时父亲去世 在他的家中 父母的合影照片不止衣服 而且都摆在最显著的位置上 但是每年清明时 张可伟和家人从不去父亲过去的地方为父亲扫墓 只是在家中父亲的一项钱为他敬酒敬香 这里是哈尔滨市南港区的宣华街 看上去 这条街道和市里的其他街道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在1933年 这里是哈尔滨人根本不敢前来的地方 他们叫这里死亡街道 原因是 清华日军在这里设立了一支石井部队 这支部队的队长是一个叫石井四郎的军医 这个人在离哈尔滨市70公里以外的黑龙江省 五长县的贝银河设立了一个细菌试验场 这就是那座神秘工厂的前身 清华日军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活体细菌实验中心 石井四郎为什么选择在中国的东北建立细菌实验基地呢 一个是它把向北的扩张 就是向苏联的扩张 作为它的一个侵略的目标 那么在东北进行细菌战试验呢 它有这个地域的气候的一个条件 一个优越的条件 就是说它要研制一些个寒冷地区的这个细菌武器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因为是日本的殖民地了嘛 所以它想找到那些活体实验的人 就是马路大 有充分的条件 另外一点呢 他们认为东北呢 地域很大 那么它可以掩人耳目 因为弃菌武器 它是国际社会已经明令禁止的武器 731部队建立是日本天皇啊 特批的 在日本军队当中 它是只属于日本军部的 只属于日本天皇的 在1949年 苏联博力城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记录中记载 前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长 松村之胜 医务处长韦卓龙二 和731细军部队生产部长 川岛清军共任 曾亲眼看到过 御人天皇批准建立 731部队的密令 并在上面签过名 1938年6月30号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别颁布了 关于建立平防特别军事区的 1539号命令 这个日军特别军事区 就是后来的魔窟 满洲第731部队 也就是节目开篇提到的 神秘的杀人工厂 虽然731部队名义上 便在关东军序列 可实质上 他是归日本参谋本部 直接领导的特种部队 从他建立的那天起 方方面面都彰显出 他的与众不同 731部队是一支非常秘密的部队 每年大约有1000万日元的经费 当时在整个日本军队里 即使是高等军官 月薪也仅仅只有40日元 您拥会性 这个情 Period 还有说公国强 小军官 我们就不能交的话 请您帮助 就是 公国强 为傀儡 心 valued ock 眼 731部队进军事区 就占地有120平方公里 主要建筑多达70多座 包括中心建筑本部大楼和四方楼 以及附属设施 监狱 飞机场 军用物资仓库 及东乡村生活住宅区等 为了尽快建成细菌实验基地 日本关东军强征数千名中国劳工 夜以继日的劳动 不到三年时间 规模庞大的731基地建成了 为了给细菌战的实战 积累详细的实验数据 石井四郎可谓煞费苦心 他精心策划了731部队八大部门 这些部门囊括了从细菌研究 到细菌试验 生产 武器制造 材料供应 诊疗等等 一系列与细菌战有关的内容 最终 石井四郎又是如何实施了 有关细菌战的种种计划呢 小种梁雄 1923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 就是这个石井四郎的小老乡 在他16岁的时候 受到石井四郎的鼓动 作为少年兵 和其他的三十几个少年兵一起 来到了731 接到了石井下达要开始细菌战的命令 开始大量培养细菌 有很多菌 沙姆菌 也就是一种破伤风菌 大肠杆菌 鼠疫等等 都是些有剧毒的细菌 研究的都是像鼠疫 祸乱伤寒这样的 有剧毒的细菌 731部队 鲜养了大量的老鼠 小种所在的田中班 就负责这项工作 在我所在的田中班 在那儿接受指导培养跳蚤 我当时是在一个三楼 有一个暗室 在那里有一个木架子 和一个水泥罐子 在罐子里养老鼠 那是一个暗室 但温度非常高 我们轮流将死老鼠拿出来 再放进活的老鼠 我还做过收集跳蚤的工作 我们给老鼠注射鼠疫病菌 从老鼠身上采集 鞋带鼠疫的跳蚤 后来知道 这些带有细菌的跳蚤 被用于战争 当时他们整理部的 西洋陈里外有 当时你们要一份 而且我向你推荐的 这里边有一部分这个挺好 这是日本西洋队葬事 70岁的张可维老人 在他两岁的时候 父亲执行任务被捕 之后被送到了731基地 尽管知道了父亲的下落 但是几十年来 张可维几乎没有到这座杀人工厂里 去祭奠过父亲 直到我们告辞出门前 老人才慢慢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他们到那里就整个失去了 人的亲眼 就是原目 1989年在日本 一些学者发现了一个 日军陆军医院的遗址 遗址里留存了一些骨头 经检验是人骨 由于这些骨头的切割面 不是正常死亡的样态 学者们认为这些遗骨 很有可能是当年731部队 做人体实验留下来的 为了做准确的鉴定 日方邀请中方研究者一起参与 高小燕就是被邀请者之一 她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多年来一直从事中日关系的研究 高小燕启程之前 一位叫静兰芝的老太太找到了她 给了她一份自己儿子的DNA的检验报告 原来这位叫静兰芝的老太太 她的丈夫在抗战的时候 曾经是一名共产党的情报人员 被日本人抓捕之后 送到了731做人体实验 最终被折磨至死 老人听说在日本 发现了731死亡者的遗骨 她就希望能够根据儿子的DNA 找到自己丈夫的遗骨 在自己死的时候 能够和丈夫的遗骨一起安葬 但是最终 这些遗骨还是留在了日本 其实在731部队还在修建的过程中 实境四郎就已经开始了人体细菌实验 最开始进行的是鼠疫的实验 这些被培养出来的鼠疫细菌 最终被注射到了鲜活的人体当中 731的军医们 从受害人的反应中 观察细菌的杀伤力 这些被实验的人 在731统称作马路大 这个词的意思是原木 1938至1939年 实境四郎在原木的身上 研制出了鼠疫 伤寒 祸乱 这些猎性病菌 1941年 因为他利用这些病菌 展开的细菌战 让他获得了带有天皇御印的高级勋章 731部队也因此得到了天皇的通领嘉奖 这次的细菌战 就是湖南常德的细菌战 这个投毒以后 它是11月4号 早上投下了 36公斤 这一次的细菌战 使得常德 7643人丧生 常德变成了一座死城 这样的结果 让日本最高统帅 非常满意 石井四郎自然就获得了最高的独一无二的嘉奖 在整个战争期间 除了石井四郎以外 没有任何一位军医获得过天皇的嘉奖 其实在常德细菌战之前 石井四郎还进行过其他细菌战 1939年7月 那时日军为进攻苏联 正在一个名叫诺门汉的地区 和前苏联 以及外蒙的十几万苏蒙联军基战 日军节节败退 石井四郎接到军部命令 让他对苏蒙联军进行细菌侵袭 石井四郎的731部队 他当时就没有这样一种 能够通过飞机投放的细菌炸弹 能够起到作用 他只能够人工地去污染 这样导致731部队 在这一次诺门汉细菌战当中 他自己死掉了很多人 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石井四郎没有想到 日本兵反而成了这次细菌战的牺牲品 后来他为了能够保证 细菌在最大程度上 安全的发挥功效 可谓绞尽脑汁 除了鼠疫 祸乱 伤寒 石井四郎又增加了新的 病菌研究项目 电影里的这段内容 在这本景田日记里得到了证实 这本日记的作者叫景田凶男 是当年日军支那派遣军的作战参谋 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在731里用作性病实验的都是一些女性马路大 她们基本都是被俘的抗日分子 电影情节中 731队员打骂马路大的行为 在景田日记里是被否定的 马路大在731里不但被禁止打骂 并且还会提供营养均衡的食物 甚至是水果 对体弱的人还会配给他们维生素片 对于这样的行为 景田的解释是这样的 石井四郎认为 只有让马路大门保持良好的体质 才能更好地用作实验 这是电影《黑太阳731》里的一个情节 哭泣的马路大 正在被731的军医进行洞窗实验 这个情节和当年的情形几乎完全一致 在用马路大进行的活体实验中 最令人发指的就是活体解剖 大川福松现年84岁 曾是731部队活体解剖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我亲自参与活体解剖 每天都做吗 对 在731总共解剖了多少马路大 数不清了 开始的时候不做就不给饭吃 因为这是命 渐渐地人就会变了 1949年 731部队生产部长川道清 在接受苏联薄力城的审判中公认 1940年的部队扩充命令 是天皇通过军部下达给石井四郎的 美国学者比克斯在研究这一证词中说 这是御人天皇变相批准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 日本正式拉开了对中国的细菌战 除了在诺门汉战役首次使用细菌武器外 1939年 731部队分别在浙江的金华和渠州 将霍乱 伤寒 碳区 鼠疫这些细菌进行了集中投掷 就是说这一次1940年的这样一个细菌战 他试验各种细菌 发现了只有这个属于跳蚤能够起作用 起了大规模 所以再次细菌战结束以后 石井四郎就马上向军部报告了 向大阪营报告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试验出了 就这样一种属于跳蚤的方法 可以大规模地用于战争 1941年 苏德战争爆发 在东北的关东军接到日本军部命令 随时进攻苏联 731部队的石井四郎也接到了命令 要求他随时能展开细菌投放 于是石井四郎进行了常德细菌战 常德细菌战的成功 让石井四郎对进攻苏联充满了信心 他等待着为自己洗刷1939年 诺曼汉战役的失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39年到1945年之间 川岛青在731部队任生产部长 直接参与了活体解剖 1949年在苏联伯利城接受审判的时候 他供认在731每一年因为烈性传染病试验 而死的囚犯人数不下600人 也就是说仅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 就有3000多人死于细菌试验 实际上石井四郎从1932年 在哈尔滨和贝英河 就开始用中国人做人体试验 而且731部队的各分部支队 以及日军在华的所有部队的防疫集水部队 都在进行着活体试验 那么被日军这种方式屠杀的中国人 又何止3000人呢 1945年在日本即将战败之时 731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撤退行动 这个731部队其实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们已经就得到了商机的命令 就准备撤离了 那么把这些马路大通过用毒气 各种残杀的办法把他们杀害掉 然后呢把那些档案销毁了 把这些个设施包括那些大楼都炸毁了 五十几名吸菌战的博士 通过飞机返回国内 那么其他3000多名队员连夜转移 通过朝鲜金融朝鲜半岛 然后呢从海陆返回日本 那么就是说在8月15日 日本宣布投降之前 日本的军政当局 为了掩盖731吸菌部队 反人道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 就下了一道特别命令 下了一道特别命令 转移人员破坏设施 这个消灭证据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把这个要求的是 把731吸菌部队的所有的一切 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为了让731能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石井四郎对部队成员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就不可以说 不可以说我原来是做731这个吸菌试验的 所以很多人呢回去以后 要求他们是要这个隐姓埋名 也不可以在大城市里工作生活 到一些个农村去 战后害怕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 731的队员以及军医 严格遵照了石井四郎的警告 在战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 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 历史经历 学医出身的石井四郎 清清楚楚的知道 活体细菌实验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为了达到绝对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石井四郎亲自从他的老家 日本千叶县 挑选了许多效忠于他的同乡 并把他们安插在了重要的部门 担任负责人 这其中就包括他的两个哥哥 石井刚南和石井三南 1981年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成一 完成了一部揭露731真相的记事小说 恶魔的宝石 以前在赤奇报上发表过一个文章 死的摇篮 上面有一点关于731的事情 后来有731部队的人给我打来电话 对我说所写的731并不完全真实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可以帮助你 开始他们嘴很严 一点也不说 后来在那本杂志上连载了调查结果 随着读者的增加 证言也多了起来 在731原队员中有一个联络网 一个人提供证言后 不断有人提供证言 因此证言的范围不断地扩大 胡桃泽正邦 1923年生 1999年去世 生前为原清华日军731队员 由于承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并重期间录下此证言 你做过活体解剖实验 是的 是在感染了梅毒菌的中国女性身上 在活着的时候 睡着的时候做的解剖 要用动脉止血前 因为还活着 血会流出来 就像水龙头出水那样的流出来 直到现在 我从不敢去回忆这些事情 他们从麻醉中醒过来 大声呼喊着放过我的孩子 这样的事永远都无法忘记 汤浅浅 1917年出生 1941年参加清华日军 任军医 亲自参与的14例 国体解剖 旁边还有一个人 看样子是老百姓 看起来有50岁左右了 他紧张地搓着双手 哎呀哎呀地哭着 在我旁边 有人把老百姓往前猛地一推 我也上前亲手推着他一把 用尽力气推着他一把 直到现在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 他满身是土 摔倒在地上的样子 双腿蜷缩着 这一摔似乎一下子 精疲力尽了 最后他放弃了挣扎 就是像这样 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根据汤浅谦提供的证据 7-3-1的调查学者们 通过调查发现 在西安陆军医院里 也有活体实验存在的状况 现在从内心里忏悔 现在慢慢明白了 我接受了自己有罪这个事实 真是太对不起 在日本有一个名为 恶魔的宝石的合唱团 成员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他们是一个没有任何商业色彩的 自发的民间组织 恶魔的宝石合唱组曲 描写的就是关于日本 7-3-1部队 关于马路大 关于日本戏金战的 种种事实 著名作家 《三村成一》在他的恶魔的宝石 这本书的序当中 写了这样一段话 马路大死难者 他们不能白白牺牲 我们挖掘他们牺牲的真相 作为历史的正眼 才能让他们的灵魂有所归处 打开或者关上7-3-1 这座工厂的大门 门背后的罪恶 苦难已经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如同潘多拉打开的磨合 但是潘多拉不知道 在磨合的底层被关着的 正是能拯救人类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